第十九个是贩卖部的奇幻事件 有两位警察穿着很整齐的进去这个贩卖部 他们就采取了立即的行动 在Jeguzugrifi报告给他们知道之后关于那件事情 这两位警察就继续检查这个贩卖部的建筑物 比如说满在墙壁窗口屋顶和其他的 很明显没有任何地方坏掉或者是洞是可以被进来的 在他们满意了就检查好这个建筑物检查到满意了之后 他们就立刻出去见这个Jeguzugrifi跟Razali 他们在建筑物外面等候 我们已经检查完这个建筑物了 但是没有任何被撬被人家撬的这个后果 或者是看到的这些效果 其中一个警察坚决地这样子讲 很惊讶嘞 Sir这个Antigus Sirius先生很惊讶 那么怎么样这个小偷可以进来呢 Jeguzugrifi这样子问他 是谁握着这个Gadekarasi的锁石 警察就这样子问 我Nzek Razali就没有犹豫的就这样的解释 如果那样我要求你 你和老师去这个警察局 我们想要调查看看 这个警察官员就这样要求 Razali就回答好的Nzek 他们就上这辆警察车 是在Gadekarasi的范围里面的 那辆车就移动出去 从这个学校的方向一直到大陆 Jeguzugrifi就正在站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走廊这边 摇他们的头 到达警察局的时候 Razali跟Jeguzugrifi就被带到一个房间去见陷阱官员 请坐 这个陷阱就邀请他们很和蔼可情的 Razali跟着Jeguzugrifi就坐着面对他 有一个警察就进来 一起进来 跟他们一起进来 然后准备好要记录这个调查 在一本警察的这个报告书里面 警察官员就看一看Razali 昨天你没有去任何地方吗 他就这样子问 我没有去任何地方Nzek Razali就解释 他非常的积极跟诚恳 做完我的功课过后 我就直接睡觉到早上了 在Gadekarasi的这个小锁石 有在你身上吗 昨天 Bagai Polis就继续这样子问 有的Nzek 我有把这个锁石放进去 我的口袋 裤子的口袋 学校裤子的口袋 刚才早上我才拿出来 然后打开着Gadekarasi的门 Razali就解释 是完全没有犹豫的 有任何人握着这个小锁石吗 在Gadekarasi的小锁石 Bagai Polis在问Jeguzugrifi Jeguzugrifi就调整好 他的这个位置 然后他就回答 就做好了一点 然后回答 有的Nzek 还有一把锁石是在我们的校长那边 他收在他的那个房间里面 哦那样啊 Bagai Polis这样子回答 那房间没有被破吗 昨天晚上没有被人家破进去吗 他又在问 没有Nzek 校长没有通知 校长没有通知任何事情 Jeguzugrifi向你解释 这个警察官员就发呆了一下下 然后他就讲好的 我们被迫需要调查一下校长的房间 还有被收在那个房间里面的锁石 谢谢你们的合作 Jeguzugrifi就回答他 写谢谢你Nzek Razali也说谢谢Nzek 他们就互相的问好 在下课时间Razali就没有从课室出来 他就一直在他的桌子上面一个人的发呆 有一张白纸就放在他前面 画了很多条线 在他吃了喝了 在食堂吃了喝了 过后 Ramla就跟Zaridevi一起进去教室 他们就非常的同情 看着Razali一个人在那边发呆 他们就靠近Razali Razali有耐心一点 不是说有耐心就是诚心的一半吗 如果你不想要牵扯在这个案件的话 如果你没有牵扯在这个案件的话 你就不需要这么担心 所有的事情都只是猜测Razali Ramla就这样的讲 是尝试要劝他 我们全部都是相信你的 我们相信你没有错 教你耐心一点 Razali也是在哄他 Razali就继续静静的 只是他的手就继续画那张纸在他的前面 就是一次画线 不然间Munia跟Silvan就进来 可是他们就笑 当看到这两个女孩子在靠近Razali 这个仙女正在哄一个发愁的 就是不开心的这个神 Munia就这样讽刺 然后用非常傲慢的这个态度这样的讲 在刚刚成功的破掉一个城防 现在又在得到一个钻石 这个Silvan就一边笑一边酸他 Silvan 注意一下你的言辞 不要指责别人随意的 Saradavi就喝止他 然后再袒护Razali 是咯 如果你没有 没有做一些事情 就肯定不会有这个后果 就是释出必有因 如果没有的话 别人就不会这样子讲 Silvan就继续 这个是Bantunduakaran的那个 一首诗歌来的 这个是前面两句 就是Galatatumbo Tuntutatamalata 后面两句是这一个 就是他讲了前面两句 这个人在接 后面两句 Munia Razali就很生气的骂他 然后一边跳起来 蛤?什么事? Munia就顶嘴 你不要 你没有进去这个Hotakobrasi吗? 这个小说石不是在你身上吗? 这样还有谁会去偷东西? 如果不是你偷的话 会是谁偷 Munia就这样子笑他 是的 那样东西是大家的 给所有的这个 Katakobrasi的Silvan 就这样子讽刺他 Munia 你在指着我 就是无端端的指着我 Razali就这样子骂他 他的这个怒火 没有办法被熄灭 他就 推过去 或者是冲过去 Munia的方向 他的样子就越来越生气 Ramla跟Saradevi就快快的阻止他 Razali 冷静点 不好在客室里面打架 Ramla就这样子哄他 刚好 在那个时候 钟声就响了 其他同学们就进去客室 Razali也立刻 回去自己的椅子上 Ramla跟Saradevi也是退后 回去客室的桌子上 Munia就在咬他的嘴唇 然后一边在骂这个Razali Razali就低着头 那件事情是非常 让他不开心的 那个中午 Jegu Zubili Jegu Robya 跟Jegu Hassan 就正在讨论 跟这个Jegu 上次讨论 在他的房间 这件头切的事情 在这个贩卖部 非常的弄乱 他们的想法 就是他们想不通 到底是谁 那件事情 非常的 真实 就是一个奇幻事件 到底这个小头 是怎么样 可以进去的 Jegu Zubili 在他们讨论很久之后 又在讲这句话 所时就在我这边 也没有任何人 有这个所时 这个警察也是很满意 这个所时 没有被任何人拿 也不可能Razali会进去 Razali是好人 我们全部都是 不会指责 像这样的小孩子 讲他进来偷东西的 Jegu Zubili 这样的讲 他在袒护这个Razali 那小孩子 非常的真诚 也很诚实 老实 也不应该我们 指责他 Jegu Robert 这样的讲 是的 我也是相信 Razali Jegu Samson 也这样的说 虽然他没有爸爸 也跟妈妈 跟继父一起做 但是他的这个行为 跟他的态度 都非常好 但是还有谁 会进去这个店 到底他怎样 可以进来 这件事情 非常奇怪 因为奇幻事件 真的是一个奇幻的事件 Jegu Zubili Jegu Hassan 跟Jegu Robert 就各自发呆 然后在那边想 为了要揭开 这个奇怪的事件 我们来调查吧 老师 Jegu Hassan在 他们发呆了 一阵子之后 他这样子讲 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抓看看这个小头 怎么知道 他会不会再做这件事情 我们做一些应该的事情 我非常担心 我们的这个 贩卖部不久之后 就要进入比赛了 现在也成为一个问题 这件事情 我非常地担心 Jegu Hassan 一直这样子讲 Jegu Zubili 在插嘴 这里不是碰撞 是插嘴 就是在补充 多一句话 这比赛的时间 蛮久的 老师 我觉得我们还来得及 整理好这个 Gatakoprasi 重新整理一次 我们会很积极 很努力的老师 Jegu Robya 就在强调 要给这个校长 一点信心 很好 若是那样的话 我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我们成功抓到 这个小头 我们也成功 在这个比赛 那就是 Jegu Sanzuddin 讲出来的希望 Inshallah 就是老天保佑 Jegu Hassan Jegu Zubili 跟Jegu Robya 就点点头 好